全油管最快新闻 成都大学生租车型还车备索赔7万 遭遇套路手段引关注 车灯3毫米化横承焦点 却引发漫天要价 涉事公司遭多次投诉 成都市相关部门已介入调查 大学生报警处理遭了职务现场拒绝对接 成都市汽车租赁协会严厉谴责 要求打击涉事公司 情况正在跟进核查 媒体呼吁租车行业规范操作 愿相关部门尽快公正处理 维护消费者权益 订阅新闻急速的最先知小天下市